第1021章仙子娘又是二十几天过去,楚风要哭了,自己还真的在缩小,成为一岁多的娃,婴儿肥特征明显,满脸的胶原蛋白。 我是楚魔头,她用力振臂,可是凶巴巴的样子实际看起来有些可笑。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的愁容,这可怎么办?难道反老环童到最后,自己真要消失不成,还要堵下去吗? 这娃满脸的婴儿胶原蛋白,肉嘟嘟,在这里分明是在发愁,可却显得像是走神,看不出一点愁绪。 最近这一两个月,她熬练出体内浓郁的阴气,已经少了很多,但是依旧还没处近,可想而知闯轮回终极地时带出怎样的可不能量。 空,一声巨震,地面上有动静,楚风心头一动,雷雨又天来了,可以去外面镀劫,尽早一次性解决问题。 搜,她爬出地表,两头望去,闪电雷鸣,败雨滂沱,重重地砸落下来。 咔嚓,果然,都不用她主动接引闪电,天结就来了,朝着她披头盖脸的轰漠下来,电光胜烈。 楚风呲牙咧嘴,她都在地底被那团奇异的地火熬练两个月了,到头来还遭遇这么大的雷击,真是圣人。 时间不长,她就被劈得皮开肉绽,满身漆黑,小小的躯体中电光机射,脏腑都缠绕着雷霆,骨髓都流淌电光。 所谓的胶原蛋白,所谓的婴儿肥,都被劈胶了。 擦,操控闪电的耳棍,你还要脸吗? 连一个婴儿都欺负,特不是东西。 楚风脸皮很厚,在这里诅咒,当然,她还觉得自己脸皮薄泥,毕竟成为婴儿体。 哎哟,要劈死了,闪电你个恶棍。 她奋力对抗,然后,她有些吃惊,在电光中大面积的鹰雾腾起,被阳当之气毁掉,但是,她体内还有,依旧不断向网貌,这到底从终极地带出来多少。 看这个样子,杜杰一次都不见得能全部驱散,在阳间她真成为殷尸般的生物了。 果然,当大雨僵停,正常的闪电要消失时,她这里还雷霆密集,闪电交织,披个没完没了。 楚风躲入地下深处,暂停杜杰,她不想引起这个世间进化者的注意,在没有彻底融入羊间前,不能暴露。 尤其是,神王及婴儿在杜杰,传出去的话足以下的一群人物邓口呆,会引来一叫鼻鼠出现,将她切片研究。 在地下深处,楚风思存得失,考虑以后的道路。 我要走最强路,这样肯定不行,从觉醒,枷锁。 到现在的神王中期,每个境界都有瑕疵,要重塑才行。 楚风一边思量,一边整理石盒中的东西,看一看是否还有造化物质残留,这种东西太珍贵。 她估摸着,自己能变成这个样子,以33重天草与6道轮回血的功劳最大。 可惜,没有了,造化物质都耗尽,一堆雪白增量的金属疙瘩让她叹气,这是金刚灼,断裂的不成样子,那可是母精中的稀有品种,结果在投胎的路上也承受不住压力,毁坏的不成样子。 这样一比较,时和太逆天。 此外,还有一滩银色金属物质,让楚风一正,惊讶到,这是圣诗留下的那页银色纸张。 上面记载着关于场域的各种学问,穷极天地之傲,这也金属只了不得,居然也能够留下。 月球上的能量塔曾说过,这纸张是圣诗无意间得到的,一身所学多来自于它。 可惜的是,只有一页,他们猜测,这多半只是某部经书中的一张纸。 这样看来的话,银色纸张来头甚大,其他东西大多都毁掉了,化作灰烬,闯过轮回终极之地遭遇最后的冲撞时,当真如同面面是,万物皆损。 小墨盘也还在,真是古怪,楚风轻语,内视自身状况,经过近两个月的凝聚,一个灰色的小墨盘再现出来,重新成型。 本是黑白小墨盘,但是吸收一些特殊的本源物质后,它已经变成灰色。 所谓特殊的物质,来源于诡异与不祥,被扼杀后,反本还圆,成为一种特殊的原质,竟这么的惊人。 便是轮回终极地都难以磨灭它,楚风陷入寂静中,内心在翻越石湖天尊他师父所著的那本手札,想走那条最强之路。 当中有不少办法,可都是从小培养,他这次虽然投胎过来,但是跟一般意义上的转世不一样。 他依旧带着修为,哪怕是赛阳间,也不算是一个很弱的进化者。 却要从头再来,我该怎么进行呢? 这一事,他要成为顶尖强者,自然要踏出一条不同的路,再也不允许天下第八神赤鸣跨两个境界跟他争锋这种事发生。 从场域到最强手闸,再到各族的呼吸法,楚风长思三天,老中一片混乱,有些模糊的念头,但是都太冒险了。 不管了,先将体内的阴气熬尽再说。 楚风在地下用那团地火烧自己,足足五十几天,他再次变小,成为十个月大的婴儿,让他胆战心惊。 这还真要将自己熬练没有了不成,三十三重天草,六道轮回血,这也太霸道了,让他头大如豆,一阵无眼。 终于,他将自己焚烧到后期,櫻木大面积弥漫出去,很难再出现,他自身也终于不再变小。 八个月大的婴儿,擦,终于停止你生长,虽然被气得说粗话,但是他却乃生乃气,让楚风婴儿肥得脸黑黑的,直接闭嘴,不肯再开口。 等了几日,又一次雷雨天来了,楚风攀爬到地表上来,再次开始肚解。 果然,雷霆都温柔了很多,他体内的阴气不是那么浓郁了,可以说相当稀薄,到最后雷雨还未停息时,他血肉与魂光中就不再有阴气冒出。 终于圆满,我成为阳间人了,楚风长出一口气,不过,他觉得肯定没这么简单,他是从知音之地出来的,闯过轮回,伴着天大的秘密。 阳间的进化者去阴间,为了所谓的阴阳调和,寻找阴阳种,毫无疑问,楚风现在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关于阴间物质的汲取,他真至最高层次了。 正在他神游太虚,考虑将来的道路时,轰然一声俱阵,一道可怕的血色闪电降落,带着一丝混沌物,将他劈得炸开。 楚风眼前发黑,魂光都炸散了,他确信伤到了进化根基,这一下太狠了。 他的血肉与魂光碎片冲进地下,第一时间躲避。 然而,这一次很恐怖,雷霆没有止住,蹬着追近地下深处,对他劈杀,第二道雷霆是紫金色,也带着一丝混沌物。 这相当的可怕,在阳间这种雷霆威力强的不可想象,这是专为毁灭而降的电光。 楚风第一时间没入石棺,扣紧盖子,那道电光劈在石棺上,慢慢消退,天穷上方也不再出现这种雷霆。 什么状况,清算还没有完毕,我都成为阳间人了,熬尽所有阴气,怎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楚风神色严肃,百思不得其解,他重组真身后内视自己的状况,脸色发黑,居然差点被打落下神亡境界,计划根基受损。 他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疗伤,足足半个月的时间,他才恢复过来,没有留下后患,全面恢复。 这句身体真是不错,充满蓬勃的生机,楚风点头,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明白什么情况,他不得不回思索看到过的各种经书。 从阴间宇宙过来时,他将各族的典籍都给端了,全部看了一遍。 此外,还有石狐送他的手闸,乃是其诗一位大能所著,也在他心中流淌过所有的文字。 该不会是冲着我的修为而来吧。 这一次不是针对阴气,而是刚出生的婴儿带着到恒会被天地规则所镇杀。 楚风思存,因为他看到过类似的记载,难道这片洪荒大地在防备特殊的转世者,最强手闸中提及过几句,但是没有细讲。 当针对玩浓郁的阴气,又要镇杀修为天成的婴儿,还让不让人火了。 楚风脸色难看,住天后,他没有忍住,再次跑出去了,想要测试与验证,这次非常留心,注意观察天地的变化与奥秘。 一道黑色的闪电披落,将他炸开,险些没逃回来,他的进化根基再次受损。 楚风脸色发黑,一语不发,恢复身体。 研究最强手闸后,他相信了,这真的是在针对待着前世进化根基的转世者。 他可不敢再冒险了,一个不慎就会被震杀,那种雷霆太恐怖。 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强,手闸中提及,最强大的天纵奇才,有办法应对一些古怪而恐怖的雷结。 楚风自语,越发渴望踏出一条自己的路,让每一个境界都无瑕。 到时候,别说赤鸣,就是比他厉害的天下前几名的神奇来了,也不可能在跨境界跟他激战。 进化途中,我要成为史上最强的几位神灵之一。 楚风思来想去,从各种呼吸法,到最强手闸,又到场域密点与抑郁密数,最后皱着眉头,决定尝试一番。 他浑身发光,而后各种倒横与能量都在内敛,凝聚相符中,这个时间持续了数日,最后他的一身倒横浓缩为一粒金丹。 楚风张嘴一吐,出现在胖呼呼的小手中,金丹能有龙眼那么大,通体都是反傲的符纹,流光一彩,神圣无匹。 这可是他一身的倒横,结合艺术、场域、最强手闸与各族呼吸法提炼,居然真的成功了。 这关乎甚大,要是让其他人吞噬下去,他都没地方哭去,哪怕各境界不是最强,都有各种缺陷,但也这代表着一位神王的果位。 金丹放在外面,他还真不放心,现在的他,吐出这里缭绕着摧残符纹的金丹后,也就是体力还很好,但也只是相对正常的婴儿来说。 去知,他一身的实力都没了,计划出来的倒横等都在这里点缀着反傲符号的金丹内。 楚风又收进体内,想了想,至于灰色的小末盘那里,最后更是尝试压制在两块末盘之间。 一刹那,灰蒙蒙的雾矮将那里覆盖,一,所有的气息都像是彻底与外界隔绝了。 楚风呼疑,他还真有这种感应,难道是错觉吗? 楚风想了想,从十冠中出来,谨慎戒备,居然真的没有雷霆降落。 即便是婴儿,他也体力超强,一口气爬到地表上来,望着天空,虽然乌云密布,但是依旧没有闪电披落。 楚风揉着小嘴,婴儿肥的小脸上满是笑容,他开心无比,彻底解决后患,同时还能就此踏上最强路。 灰色本源物质很古怪,介于有形与虚无之间,外人不会觉察到。 楚风很满意,能够掩盖一切,自己的倒横没有被削掉,现在只是暂风而已。 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放出金单,当然,他想到后果又一阵头大,除非陷入绝望境地,不然的话根本不能用,他估摸着连一击都不见得有机会发出来,就会先被雷霆将自己干掉。 这团地活有古怪,不是一般的东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有机会再来研究。 楚风回到地下,戴上石盒,决定离开此地,因为这里留下不少累积的痕迹,被人发现不妙。 不过,他犯愁了,自己太幼小,光着屁股,戴着石冠,这也太显眼了,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 最后,他进入石冠中,放出金单,驾驭此冠,估摸着飞出去数百里,这才停下来。 这是一片山地,带着蛮荒气息,楚风发现一些猎人出没的痕迹,他将石盒藏起来,然后琢磨以后的事。 空梦,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在这个黑夜中,雨水下得格外大。 起初,楚风还真吓了一跳,以为又要被雷劈,结果发现虚惊一场,只是正常的雷雨天。 后半夜,楚风惊悚,浑身寒毛乍丽,虽然已经不是神王,道横化作一颗金单,被压制在灰色小墨盘间,但直觉依旧很敏锐。 很快,他发毛了,在大雨中有几头凶兽皮毛带着血,再发无比的惨烈的气息,从山岭深处冲出来。 神王,楚风震惊,这是什么状况,哪怕是在阳间,也不至于一下子在宜的出现几位神王层次的进化者。 就更不要说这是几头负伤的凶兽,这样走在一起更为少见。 接着,他又看到一个女子,在滂沱大雨中,宛若真仙子,横渡长空,在几头神王级凶兽的后面而来。 这个女子美丽得太过出众,风华绝代,白色因为在雨中飘舞,而那种冷艳气质更是让人一见难忘,超然世上,一逆天下。 我这是要多一个姐姐,还是要多一个娘啊? 楚风皮操脸后,在那里咕浓,一脸可耻的笑容。 第1022张雷震子娃,哇,哇,在这个雨夜,楚风扯开嗓子大喊,咬现出来的就是婴儿大哭的姿态,当然他没哭,有这么多雨水足够了。 不然的话,他真要开口笑,或者张嘴叫仙子,估计会被直接拎起来研究个透彻,太不正常了。 然而,很快他的脸色变了,那位白色衣裙飘舞,在雨中如同真仙子般的女子瞥了他一眼,没有理会。 轰某,大地颤抖,这片山岭都在摇动,那几头凶兽一个比一个凶残,皮毛带着雪,奔跑过来时如同地震。 他们都有小山般的躯体,都是神王级的凶兽,这种生物哪怕在阳间也算很强,让各部落的头领都忌惮。 平日间,在这片大荒间,各地族长也很难见到一头,都婴居在山脉最深处。 现在,五头并肩而行,一路逃出来,血淋淋,此时更是盯上楚风,冲着他就来了。 楚风咧嘴,很想诅咒,唯有引来那位仙子姐姐,结果招惹过来几头神王级的凶兽, 他如果不跳起来跑路,直接就要被踩死啊。 这剧本不对,楚风头大,跟自己的想得不一样。 在荒山野岭中,一位绝代仙子气质出众,超成脱俗,看到一个气音不是应该心存善念,就起来吗? 他怎么不搭理自己,楚风就要跳起来撒鸭子跑路,那几头凶兽都张开雪盆大口, 瞪着灯笼般的可怕毛子,气息震动大慌,实在太恐怖了,宛若要掀翻九重天。 关键时刻,那女子还是动手了,一团朦朦的光束笼罩楚风,将她庇护在当中。 做的一生,楚风被接引了过去,来到女子的身边,没有被神王级的凶兽踩踏。 到了境前,楚风越发觉得这女子不简单,仙家气息太浓郁,周身肌肤雪白晶莹, 发丝乌黑光亮,毛子深邃而美丽,宛若要举霞飞升,带着光雨,如同针线般。 尤其是,她格外的美丽,举世罕见,一身洁白的衣裙,在雨中飞舞, 越发衬托的她超然红尘上,不识人间烟火,只是的确太过冷艳,甚至有些淡漠。 楚风被她格空射到境前,原本还在琢磨,怎么表现得自然一些,像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 结果,她发现自己漂浮在这个绝世丽人的眼前,一动不能动了,悬在那里,而这个强大的仙子也在观察她。 她刮紫脸,银白的面孔发出光辉,毛子相当的有灵气,但也略冷,尤其是注意到楚风的小蓬蓬后,皱了皱秀眉。 楚风觉得两腿尖凉嗖嗖,险些就跳起来逃走,这么被人盯着,哪怕是婴儿状态,她还是浑身不自在。 然而,没等她多想,这美丽的如同画卷中走出的白衣丽人直接一挥手,将她给。 扔了,马德,什么状况,楚风有点发猛,这跟她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仙子俭气阴,身为弟子,或者认做弟弟吗? 怎么,把她扔了,她很想说,民间的各种传说都不靠谱。 什么仙子娘,真仙姐姐,压根就不应该信这些,这是无情的女魔头啊,哪有随便扔婴孩的。 甚至此过程中她都没有触碰楚风,只是看了一眼她的小蓬蓬,就很嫌恶,直接给抛了。 楚风严重怀疑这个白衣女魔头来自门中都市女性的进化门派,不然的话怎么这样的嫌弃甚至歧视她。 要被摔死,楚风心中不愤,难道现在就要暴露神王级婴孩的实力吗? 可是,这女子怎么看都不简单,一个人而已,吓得几头神王级凶兽逃亡,这个多么的恐怖。 楚风严重怀疑,她哪怕貌似被雷劈,展现自身实力,也可能被这女魔头给食堕了。 不过总有意外发生,最后关头一双柔软的手接住了她,这是一名侍女,从黑暗的雨夜中冲来,将她拖在手中。 小姐,这个孩子,居然是绝色白衣仙子的侍女,如同一个幽灵手在黑暗中,很有默契,在楚风被抛向她这个方位时,她便接住了。 侍女也很美貌,是一名少见的家人,身段婀娜,气质温婉,宛若大家闺秀,一点也不像侍女,只是装扮如此。 她筋骨不凡,有些天资,白衣女子开口,声音略带雌性,性感中意有些冷漠。 精春蓬勃的侍女精益,量力的滋容上出现亚瑟,能被小姐说有天赋的婴孩,那肯定非常惊人啊。 毕竟,她跟随的这位小姐有可怕的来头,自身年纪轻轻就已经凝动洪荒大地,在神王榜上耀眼至极。 小姐要收留她吗? 侍女问道,大眼扑闪,带着稀奇之色。 因为,她看着孩童很可爱,大眼纯净,不哭不闹,张开一双小手对她笑,想要让她抱抱。 一瞬间,她觉得被触动了,抱在怀中,带着笑容,低头看着小家伙。 不收,回头找个部落或者城池,放下就是。 那位角色小姐的一句话,让楚风无言,但总的来说也算不错了,这女魔头总算没说将她给扔在荒郊野外中。 然而,没等她长出一口气,却又听到这位神王级小姐的一句话,道,在这荒山中,有这种气音乐显古怪,一会儿我亲自搜她灵魂看一看。 楚风觉得,一会儿需要将精神沉浸在灰色墨盘中,以她来隔绝。 那特殊的灰色物质介于有形与无形间,纵使神王也探测不到。 咔嚓,电闪雷鸣,刺目的光江山地中的水洼等都映照得发光,附近的岩石,山岭看起来极具压迫感。 两个女子出现在这种雨夜中,显得无比神秘。 你们都回去吧,不得闯出这片山脉危害附近的部落,也不得告知他人我曾路过此地。 白衣仙子开口,对五头神王级凶兽警告。 此时,五头凶兽居然早已匍匐在地上,战战兢兢,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这种级别的生物何曾如此,他们原本称尊一方,今日居然被压制成这个样子,须知行走在外界,他们也会让各族害怕,甚至供奉起来,献上各种基品等。 然而,现在他们没有一点脾气,因为亲眼目睹,这个女子是从连着这片山脉深处的黑玉中走出来的。 那片大荒中的黑玉可是一片绝地,漫长岁月前诸神联手曾经攻打很多年,也不知道死了多少神,神王,尸骸成片,据闻有天尊都陨落在那里。 那片黑色的森林有着恐怖的能量,让人望而生畏,没人敢轻易接近。 五,姬家真仙子,想不到在这里偶遇,我们真是有缘啊。 这时,一个男子从雨天中飞来,缭绕着赤盛的电光,横渡山脉,降落在此地,透发出的气息比那几头神王级凶兽加起来还可怕。 他虽然气势很盛,但是降落在地后,却温文尔雅,一头雪白的长发,面孔也白净如玉,带着笑容,跟白衣仙子打招呼。 李九霄原来是你在后面跟踪,有意思吗?还想再跟我站一场吗? 鸡仙子开口,平静而自信,旁边,倒着楚风的靓丽的侍女开口,道,黎公子,你虽然明动洪荒大地,但是追我家小姐追得过分了,我家小姐并不喜欢你。 楚风心中不平静,这青年男子似乎来头很大,居然可以明动洪荒大地,有些惊人。 没有,只是巧遇而已。 说到这里,李九霄瞳孔收缩,盯上了漂亮侍女手中的楚风,惊道,他是谁。 雷震子,靓丽的侍女随口说道,想补充说这是一名剪刀的弃音,但随后又撇了撇嘴,没有解释。 李九霄听到这句话,顿时身体一震,双目暴射神盲,比雨夜中的闪电还赤声,并失声惊叫道,什么? 你,姬彩轩,姬家珍仙子你真的。 生了一个雷震子,白衣角色丽人姬彩轩听到他这种话语,美丽的眸子飞出两道可怕的神红,盯着他,恐怖的威压直接弥漫开来。 李九霄,李公子,你在胡说什么,靓丽的侍女赤道,很生气,替自家小姐训斥他。 我来这里前,曾请李天师占卜,他说姬家珍仙子进黑玉,贵得一子,名为雷震,你。 还真声了,李九霄心痛得大叫,手捂着胸口,亮相后退,而后又怒发冲冠,爆发恐怖的神王契机,简直要撕掠天语。 天师乃是远超越神诗之上的恐怖存在,推演一向很准。 赤女生气,道,胡说,这是我们捡到的气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家小姐,这实在诋毁,当心我家老主人去掀翻你们李祖。 若不是禅子,问题更严重,天师有言,见到雷震子就杀之,保证没错。 李九霄喘粗气,头上轻轻直跳,气煞我们了,比禅子还严重,你想说什么。 赤女愤愤不平,替自家小姐不平,至于姬彩轩直接动手了,抬手间,一道斑岸神红从眉心飞出,带着毁灭性的气息,缭绕反傲的符文,攻击李九霄。 姬仙子,你听我解释,李九霄叫道,她脸色难看,还手对抗,同时依旧带着火气,爆发无量神盲。 后半夜,大雨倾盆,被她散发的光芒蒸腾起无数道烟霞,看起来极其可怕与惊人。 空,两人对了一击,宛若天语震动,与夜中秩序交织,非常恐怖。 楚风无雨,特么的这叫什么事,她怎么就成为镇子了。 第1023章可怕的第一刻那两人战斗起来,在一瞬间最起码动用了三种绝世神迹,非常可怕,其中就有闪电拳,这果然是杨坚顶层族群办公开的拳法。 一时间,这雷雨天中电闪雷鸣,非常设人。 两人打到天空上,化作两个光团,一个白衣飘舞,风姿绝带,宴贯大荒。 另一个满头雪发披伞,阴气勃发,不再温文尔雅,带着怒火跟对手激烈厮杀。 鸡家仙子,这如果不是你的子嗣就应该杀了杀他。 李九霄喝道,纵横雨夜中,如同神魔横空,威势凌人。 楚风心中赴菲,这是拿跑来的白毛小子,居然建议杀他,太可恶了,若非他行动不便非冲上去给他来几下。 鸡彩轩轻斥,道,闭嘴,你没资格谈论我,你是我什么人。 还轮不到你对我说叫,指手画脚,楚风很想称赞,说得好,最好一巴掌拍翻这白发青年。 可他也知道很难,无论是李九霄还是鸡彩轩都非常强,让他凛然。 楚风也是神王境界,能体会到这两人强的离谱,简直不像是这个领域的进化者。 他进一步明白,自身的进化过程有缺陷,需要完善,不然的话遇上这种生物会黯然失色,根本不够看。 杨坚大帝浩瀚无垠,这才到来就给他上了一课,如同棒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这里不行。 鸡家仙子你太让我失望了,如此不舍,难道你折服黑玉附近真的为了产子? 李九霄带着颤音,同时,他注意观察鸡彩轩的反应,看得出他患得患失,不能拥有平常心,已经失了分寸,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这样为自己减分。 李九霄你这样诋毁我家小家,是想让两族开战吗? 那位侍女喝道,声色俱力,维护自家小姐的清誉。 楚风看得有趣,但是表现得却一副乖巧的样子,大眼扑闪。 这位侍女低头看他时,越发觉得可爱,解,楚风大着舌头,没羞没骚地套近乎,因为现实中这么大月份的婴孩也有个别会喊亲人的了。 所以,他直接张嘴,露出纯净的笑容,咦,乃声乃气,真乖,这个靓丽的是你欣喜,非常开心,捏了捏他肉乎乎的小脸。 楚风老脸红了,真想一头扎进地里,顿走算了,多少还是有些羞耻心的,但是落在人家手中走不了,不得不装纯。 还说这个雷震子跟你们没关系,这都叫姐姐了,是不是?你家小姐生的,李九霄怒不可遏,他追求鸡家仙子五年了,关心则乱,现在脸色铁青,在那里大声吼道。 他想到了那位鬼神莫测的天师的话语,顿时心如刀角,眼睛通红,他真的不想与鸡彩轩有缘无分。 赤女赤道,你,可恶,一而再地说出这种混账话,我家小姐清冷高贵,都不屑对你解释,但我是却想说,李公子即便你身份超然,天纵阴姿,但是也不该,也没资格说这种话。 空,李九霄冲了过来,周身都是雷电符纹,施展闪电拳,强大的威压焊天动地,爆发无量电光,害人知己。 他要对侍女手中的楚风下手,扼杀这个雷震子。 姬彩轩毛子绽放滑破夜空的光束,施展足中的旧极秘法,横击李九霄,碰的一声,震得白发青年身体矩阵,嘴角一穴。 你,李九霄倒退,他一心想杀雷震子,对姬彩轩的攻击都没那么上心了,结果吃亏。 抓的一声,姬彩轩横空而过,挡在自家是你的身前,拦住李九霄的前路。 娘,楚风在后面喊道,当然声音很弱,发音不标准,大舌头十分明显。 阿扑,就这么一声而已,便让李九霄大口吐血,整个人都不好了,差点一头栽落下半空,身体都在发抖,脸色发白。 楚风在那里伸着小手,那可真是,懵懂无知,单蠢无害,一副下意识的样子。 他才不管这些,既然那白毛小子铁了心要杀他,那赶紧刺激一下,让他发挥失常,早点干掉或赶走才安全。 至于姬彩轩会不会搜他的灵魂,现在他不在乎,大不了将精神意识藏进特殊的本源灰色物质中,遮蔽天机。 反正,他早先就提及过,要对其缩魂。 阿,我心痛,李九霄一副痴情而痛苦的样子,亮呛着一退再退,被刺激的实在是欲先欲死。 姬彩轩回头偏了一眼楚风,让他心虚,这个女子的美目太深邃,拥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该不会踩到阳间,就要被发现来头吧。 主风打定主义装纯,一会后,要将主义时沉进末盘中。 李九霄你太自以为是了,真以为自己明动天下,是神王中的佼佼者吗? 去知,洪荒大帝广袤无边,连大能都不能俯瞰,谁敢自傲。 你我所谓的明动洪荒大帝,其实也只是一余之地,比你强的天纵神王肯定还有部分,只是你不知。 关于你我,姬彩轩声音平缓,但没有一点笑容,在教训李九霄。 他才走出黑玉森林,现在急需赶回族中,不想跟这个可怕的青年神王纠缠不清,有些话的说透。 李九霄声音嘶哑,道,姬家仙子,如果雷震子不是你的孩子,让我带他去见礼天师可好。 为什么要让你带走,姬彩轩声音淡漠。 李九霄道,这是一片蛮荒之地,虽然多部落,少城池,很失落后,但却也有古怪,我觉得这个雷震子有大问题,我想带他去永恒不坠的璀璨天都城。 请李天师看个究竟。 楚风心中凛然,这个白毛一而再地提及那位天师,还真是有些邪性,难道他才降临杨坚就被人算出来了? 这,不太可能,李天师到底占卜出什么? 姬彩轩询问,没有再动手,李九霄脸色正清正白,最后引着头皮道,他让我来黑玉附近,说一旦出现雷震子,不是你的子嗣,就是我的。 情敌,哭哧,靓丽的侍女笑了,大眼都弯成月牙状。 姬彩轩脸色木然,但是仔细看可以发现,脸色由银白到微红又到微黑,显然他心中不是那么的平静与好脾气。 随后,他果然又一次爆发,掌心中流转出一颗又一颗日月星辰,都为星体,彼此碰撞,爆发的出能量符纹等实在是过于吓人。 我所说是真的,天师的确这样刺眼,李九霄脸色通红,并点指向楚风,道,这个雷震慈有古怪。 楚风一脸无辜之色,大眼单纯,整个人蠢萌,朝着他傻笑,伸开小手,对他吐字不清地叫道,弟。 弟,靓丽是女顿时扑痴一声又笑了,可是李九霄却脸色发黑,心中大怒,你叫姬彩轩为娘,却喊我为弟弟。 蠢娃,可不忍受啊,楚风对他怒暮而逝,依旧单纯的傻笑,其实不想搭理他,心中在私存这件事。 听着三人的对话,所谓洪荒大帝似乎没有尽头,连大能都不能把握,为人敢是坚称尊。 而这两人疑似神王榜上最靠前的进化者,可是,却也疑似局限于某一地狱,不能席卷无垠洪荒。 空梦,突然,大地裂开,整片山脉都在抖动,原始山林剧烈摇摆,无尽的树叶速速坠落,一股可怕的气息铺天盖地,不及整片雨夜。 然后,楚风发现有山体轻塌,大地均裂,冒出一缕又一缕可白的白雾,那倾盆大雨都浇不灭,阻挡不住这些洁白的雾。 整片天地经济有可怕的煞意,又有仙道气息,让人震惊而摸不着头脑。 早先的那几头凶兽全都趴在地上,战战兢兢,不敢动弹,这可是神王级的凶残猛兽,结果却吓成这个样子。 楚风这又小的躯体不由自主的起鸡皮疙瘩,动弹不能,僵硬在这里,他心中惊颤,这又是什么状况? 这还是亮丽侍女庇护所致,不然她的处境更糟糕。 然后,她看到地裂,一颗蛋浮现出来,能有墨盘那么大,通体都为暗红色,溺补着各种纹络,繁复无比。 天暖,李九霄惊叫,连早先的愤懑与恼怒都被压制。 一颗了不得的生物的暖出世了,就是鸡彩轩也惊讶,同时,强大如她与李九霄也感觉到压力,这片地带的气氛有些可怕,让他们都身体绷紧,戒备起来。 空梦,一座大山倒下,一头腐烂的鸡鸟拍打着巨大的翅膀,遮天蔽日,浮现出来,连胖头暴雨都被骑雨赤阻挡住了。 而后,咔嚓一声巨震,另一片山谷崩开,出现一条庞大的天龙,血肉干枯,雨衣烂掉,双目空洞,也翱翔而起,遮蔽了雷霆。 主风寒毛嗖嗖倒数,这才来到阳间,只是在一片普通的山岭间就遇上这种变故,怎么看都不对头。 他原以为,遇上李九霄与姬彩轩,看到他们的强大,已经算是给他上了一颗,现在看这堂客有点长,有点可怕,这才开始。 这些是什么,是否为真,我怎么觉得有点诡异,像是。 梦魇,李九霄低语,姬彩轩感觉问题非常严重,他们疑似闯进某一片特殊地带,冒犯了此地的主人。 不是梦境,曾经真实存在的东西,姬彩轩不断倒退,主风发毛,他想到石狐天尊给他讲解过的阳间的一些禁忌事项,这片看起来很普通的荒山野岭似乎非常不简单,有可能是某个存在的沉面地。 第1024章大能衰败这不是善地,多凶险,蕴含大劫难。 这是石狐告诉他的情况,曾提到在阳间的一些注意事项,阳间的明山大川不能轻易乱闯,若是进去,一定要低调,不能折腾。 因为,明山中多古怪,若有救济强者坐观过或沉睡过的地方,必然留下过救济场域。 此外,还有些明山,蕴含着穷尽天地奥义的恐怖天然地势,一旦激活,足以埋葬诸天神魔。 连天尊不信邪,都曾陨落过在特殊地势中。 可这里不是明山,只是一片荒山野岭,也有这种特殊的自然地势或救济场域并被激活了。 这片山脉算是贫瘠之地,十分蛮荒,并非是震动古今的那些明山大川。 楚风通体发寒,预感大事不妙,通过一些细微的观察,他觉察到,这跟石湖天尊说的可怕诡异地带相近,在这他本身就是场域研究者,越发觉得,这里有古怪。 只能说,他们中大讲了,这里不出名,但是一样蕴含着恐怖。 不然的话,也不会在地裂后出现天龙,不死鸟的尸骸,还有一颗天卵。 有可怕地势也就算了,千万别有活着的生物蛇伏。 楚风心中祈祷,山岭中,白雾腾起,各种异象分成,略发显得要挟于可步,但是偏偏还有丝丝仙家气韵。 这吼声响起,秦鸣也激荡于苍穹上,略发的圣人,恐怖的大道碎片在虚空中浮现,要震杀八荒生物。 有些是能量所化,有些是食物,比如那龙狮等。 鸡彩轩开口,美丽的面孔上带着严肃的神色,无比郑重。 这时,不思鸟俯冲,下行的过程中让他与李九霄全都失色,那头庞大的胸勤张开腐烂的翅膀后将暴雨都遮挡住了。 他带着射人的符文,周身散发乌光,如同自那地狱破开空间杀出来,声势害人。 诗,关键时刻,李九霄取出一块骨牌,这是某位强者的令牌,他投掷向天空中,顿时绽放出七彩光芒,并伴着混沌气。 这是一块了不得的信物,是一块神秘瑰宝,居然挡住那腐烂的不死鸟。 然而,一声龙影打破宁静,那头天龙庞大的躯体跟漫天的雷光交织在一起,猛然俯冲下来,宛若要面世。 鸡彩宣面孔发白,第一时间寄出一张画卷,鸡射万道锐光,李柱那条天龙诗海,在画卷中有许多字迹还有大印,是某位恐不存在亲自留下的。 楚风看得直犯狄估,无论是那白毛小子,还是那鸡家仙子都有后手,身上带着足人赐语的大杀器,此时的实力不好揣夺。 这时,虚空中漂浮起树不尽的光环,色彩斑斓,每个光环中都有红尘万象,都是古代的一些旧事。 李九霄,鸡彩宣的脸色都非常难看,他们吃惊地发现,这片地带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善人,另有奥秘。 那一个又一个斑斓光环中,蕴含着都是一些古代发生的可怕事情,比如屠龙,屠的就是天空中那头天龙。 那是一个阴姿勃发的青年,只身屠掉一头天龙,震撼人心。 还有一个光环中,那青年发现不死鸟,雨之激战,恶斗不休,打翻沿江海,破开苍雨。 此外还有那青年成就天尊果位的恐怖天节,也在光环中闪现,当真是让人惊悚。 更有一些琐事,比如他年少时并不出众,但最后崛起,俯视一番洪荒大帝,称尊作祖。 这些光环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同样一个人,讲述他古代的经历等,但都很模糊,断断续续。 李九霄觉得有些苦涩,显然这个地势中还有活物,成年的人不曾死去,依旧在这个世间。 特殊地时中,还有活着的恐怖生物,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招惹了他,将之惊醒,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楚风也头大,石狐天尊说过,有些活着的恐怖生物折服千古都不出事,在史前岁月就占据一方土地。 故此,一些名山大川让人忌惮,有人不敢轻易动土。 这是中超级大奖了,这里根本不出名,居然也能折腾出史上的恐怖生物,连击彩轩都无言,脸上缺少血色,感觉要倒大眉。 不,一些光环在破裂,冲出各种暴虐的能量,它们都骇然,迅速倒退,运用画卷补牌抵挡。 糟了,楚风确信,这片地带不仅有活着的生物,而且还遇到了一种极端情况,此地的沉眠者要死了。 这个生物已经控制不住自身的一切,随时会崩溃。 正常来说,一些大能沉眠,哪怕被惊醒,也不至于一定要杀光所有人,可能会手下留情,保持气度。 但是,此地的古老存在,走在生命衰败的末期,确切地说现在意识散乱,散发出精神场域,覆盖山川。 现在它们所见到天龙,不死鸟狮海等,都是那位古老存在自身经历的国的一切,如今显化而出,针对所有人。 这已经不可控了,是生是死要靠运气,正未走到生命末期的大能,现在散发的虚弱精神领域,自行演化,没人能猜到会发生什么。 确切地说,它们闯入此生物生命无多时最后的梦想中,现在被困在这特殊的领域中。 楚风的心都凉了,这是十湖天尊所说的最坏的情况。 砰,这时,土石飞溅,山地崩开,有岩浆冲起数万丈高,跟天空中的雷电连接在一起,形成刺目的光滑,照亮山川。 瓢泼的大雨都被大面积蒸干,但是,玉空又很快黑暗下来,雷电密集,雨点在此倾泻。 可以看到,一条巨大的鱼不知道何时出现,浮在空中,庞大无边,带着更为狂暴的降雨,简直要将此地化成汪洋。 坤,李九霄大叫,那时一头一荒兽,这东西还可化鹏,既化成完全体,那就是坤鹏,饱翔于三十三重天间,横扫天下敌,端得是可怕无边。 现在他遨游此地,随便一甩尾,就是山洪倾泻,暴雨倾盆。 此外,他还打穿出一处又一处空间节点,连着未知的地带。 这或许是唯一活命的机会,从这些空间节点中逃走,我们分开走人。 姬采轩说道,事实上,这头鲲已经为他们做出选择,张嘴吐出水泡,化作空间气泡,将他们一个一个的装进去,让他们分散开来,在虚空中漂流。 连楚风都被分开了,他真是头皮发麻,这就是杨坚遇到的第一堂课,一处贫瘠的荒山都能如此,都会惊动古代衰败降死的大能,太让人无言了,他可能会死。 同时,他也在叹气,这只是山川下的那位存在最虚弱时的梦境,一种残存的领域都能如此,演化坤,控制天龙不死鸟等,实在射人。 鸡人各自逃命,谁都顾不上谁,楚风庆幸,在气泡中他没有遭受到至强能量的挤压等,这里面很平静。 另外三人明显看出那单纯的娃一场,居然在气泡中折腾,在目的性地赶路。 这气泡空间很诡异,透明状,稍微一用力就会滚动,他朝着自己埋食罐的方位而去,现在或许唯有那件救急至宝能帮他。 李九霄眼睛发直,看到雷震子小胳膊小腿都在乱蹬,就这么,跑了,他真才跑了,再见,18年后我会去找你,当你情敌,不,13年就够了。 楚风挥着小手喊道,我X,李九霄大怒,但是,没机会爆发,他冲着一处空间节点漂流过去,即将进入,已经无法回头。 嗨,13年后再见,楚风又冲着另一边的亮丽侍女与姬彩轩挥手,那两人也随着气泡要进空间节点了。 姬彩轩盯着她,额眠扬起,目光犀利。 亮丽侍女则发呆,看着她有些出神,什么情况,这买娃。 是个妖怪,那三人都消失,楚风接近买食罐的地带,不得一声,气泡碰到食罐后,不能阻挡罐体,轻易就能融入进来。 楚风第一时间躲进罐中,走,她在蜜蜂的食罐中,释放神王能量,驾驭此罐,风驰电车,远端而去,一走就是数十万里,连那大能梦境都无法阻挡,那虚弱的领域被她击穿。 楚风脱险后,又一次驾驭食罐,再次顿出去数十万里,这才停下。 唉,多了一个情敌,少了一个娘姐,这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清晨,一个娃坐在山崖上,晒着太阳,拖着下巴,一脸沉思状,蠢萌。 第1025章冤家路窄清晨,山岭中有薄雾,在晨曦中被染上淡淡红光,精脆的草叶上有银白露珠滚动,被照耀的一一生辉。 楚风小胳膊小腿,这个年岁原本不能满地跑呢,但是她却坐在山崖边上,运转到引呼吸法,吞吐天地精脆。 咦,真的不一样,一口阳气如腹,如同在熔炼金霞,造就金丹。 她惊讶,效果极佳,自身暖洋洋,附近,阳气滚滚,但对来说已经成为正常的契机,不会伤到己身,跟在阴间宇宙生活没什么两样。 这片地带,朝霞穿过山雾,倾泻在她的身上,她身体血白,没穿着衣服,周身都有细微的电弧在游动。 她结束到引呼吸法后,又开始练大雷音呼吸法,这是当时阳间排位最靠前的几种法之一,是佛族的救济传承。 一时间,楚风新生而娇嫩的脏腑齐震,充满勃勃生机的骨骼内更是雷音激荡,让她通体都舒泰。 她在阴间获得的呼吸法皆大有来头,不止这两种,有些在曾在进化史上富有盛名。 比如,大蒙呼吸法也曾极尽辉煌,为古代阳间时大呼吸法之一,不过后来出了变故,该足没落,被救济生物所灭。 说得难听一些,即便是被淘汰的古法,那也了不得,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找出来参悟。 不然的话,太武、魂异、元石等人的门下也不会在阴间宇宙百般寻觅,不惜徒教,杀人灭口。 即便是残法,可任何一部在阳间出事也都会引发大风暴。 我身怀典籍,接来头甚大,一旦泄露会有大祸,这些足够我在幼年初步踏出最强路。 主风琢磨,纵然是在那些传承异载的进化门派中,也不见得能提供他身上的这些残缺呼吸法。 也只有在阴间可以肆无忌惮地收集,进入阳间,一旦谁敢这么谋划他族的呼吸法,必然会引发两教流血大战,不死不休,直到一族灭掉为止。 有血的案例,使上一些野心膨胀的族群,进化门派,有些已为猎前十大,何以衰败? 最终灭族,跟此不无关联。 嗯,从掌握的法门来说,现阶段我不差于那些世子,天尊门徒,我可以从龙制定最强路,一步一步走墙。 主风很满意,在阴间搜刮的法,都将重犯光彩,有些在阳间甚至都失传了,比如不死残呼吸法大蒙呼吸法。 不过他也皱眉,一旦修完残法,他前路就断了,怎么能接续上? 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不管了,我先变成最强娃,打遍天下无对手再说。 很久后他才结束修行,因为掌握的呼吸法有多种? 左卫进化,一种呼吸法一天运转一两遍即可,他掌握数种昔日富有盛名的法,可想而知,进化将十分惊人。 满山清脆,挂着雨滴,虽然距离昨夜的危险地数十上百万里,但这片山林夜晚也降雨了,现在朝阳升起,格外的明媚。 此时,山崖下,一处鼓洞中明灭不定,这是一处空间节点。 一个浑身是血,身体都快断成几段的人形生物爬了出来,连头颅都裂开,他衰竭到一定程度,几乎要死去。 赤牙上,楚风远眺,心怀舒畅,他看着湿漉漉的草地,站在山崖上,很轻挑,追着口哨放水,感觉神清气爽。 山崖下,那男子爬出山洞,一头白发都暗淡无光,满是污血,他正在吃力地移动身体,想去有朝霞的地带。 结果,天空中洒落下水滴,他顿时迷茫,仰头观看。 李九霄张口结舌,震惊了,而后勃然大怒,他又看到那个蠢娃,是他在。 放水,并且,这时他也听到那个死孩子的声音,楚风没发现山下有人,一点也没觉得不好意思,一边吁吁有声,一边有感而发,到,一场雨浇湿了一个季节。 李九霄当场就要炸了,哪怕血液干枯,他也觉得通体热流激荡,浑身要爆开。 又特么看到这蠢娃,而且,他居然以这种高姿态,淋湿了自己,李九霄气的蹊跷声音,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是一个让人忧伤的雨济,楚风叹气,马德,山崖下,李九霄九死一生,浑身骨头都断了,血肉也只剩下一层皮连着,灵魂都碎掉不知道多少片,这才从大能的梦境中逃出来。 楚在人生最低谷,有史以来最虚弱状态,现在还被雨济淋湿,他简直要疯了。 尤其是,竟然是那个蠢娃,是那个雷震子,他就更加受不了。 我要,扎了你,他声音嘶哑,喉咙都在逃命的过程中被割裂,现在周身无处不破烂。 楚风若然,低头看着山崖下,他一阵警惕,没有了神王倒行,居然未能提前警觉。 不过,他也非常惊诧,居然又见到这个白毛小子。 貌似白毛小子状态十分糟糕,他要死了,这多少让楚风有些庆幸,喊道,情敌,你怎么这样惨。 李九霄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个屁大定点的蠢娃也好意思说是他情敌。 尤其是,这娃居然抖了抖小蓬蓬,又有雨滴洒落,气得李九霄眼前发黑,差点被过气去。 李九霄奋力扬起手,想一掌拍死他,也想凝聚魂光直接扼杀,但都失败了,他没什么力气,性命垂危。 事实上,楚风取出实惯,随时准备释放神王修为,跟他拼命。 砰,李九霄的手掌落在地上,拍得山面撕裂,山林都在摇动,他太阳穴那里砰砰跳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废叶子都要炸出来了。 楚风心中略微安定,光定喊道,你个偷窥狂,没事偷看我,13年后,我告诉姬彩宣仙子去。 我钻碎你,李九霄颤抖着,再次尝试仰手,楚风将山崖上一块巨石给推了下去,现在没什么神通,就是体力远超其他婴孩,然后,他光着屁股就跑了。 空梦,巨石翻落,江山崖下原本就破破烂烂地李九霄给砸在下面,让他翻白眼,又几乎昏死过去。 换成一般人就成肉酱了,他只是感觉疼痛而已。 楚风果断跑路,不是不想干掉对方,而是总觉得对方后还有底牌,不值得他去冒险。 搜,他进入食罐中,盾飞出去数十万里,远离事发现场。 在路上,他很不满,愤愤不平,道,我被人恫恶与欺负了,居然要跑路,等我修行起来后,什么天纵奇才,全部放翻。 如果让他李九霄听到,估计要被气到浑身进卵,被人浇湿全身,那位蠢娃居然还抱怨与不满,觉得委屈,让他这个苦主情何以堪。 光定的蠢娃,雷震子,我早晚,要拍死你,李九霄挣扎着,从巨石下面爬出来,找了一个水潭,一头扎进去,他气得身体都在哆嗦,真想一头逼死在这里算了。 他是谁,天纵神王,俯视一遇,打遍各族翘楚无对手,在一方大地上算是同代者中的头面人物,结果今天这么惨。 楚风一口气跑出去八十几万里,在一片山坳中停下,找了安全地带,又爬上山坡晒太阳,主要是他怕有森林草木的地方突然窜出一头猛兽将他给吞掉。 情况不妙,楚风一个凉枪,一屁蹲坐在地上,他感觉脑子略微昏沉,各种记忆居然有些模糊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一阵惊悚,接着,在灵光补美前,楚风想到一种可能,这是太终迷。 该死的轮回,影响实在太大了,连他这种偷渡过来的生物,带着肉身转世的人都受到严重波及,实在可不。 糟糕,我得将自己送出去,得找个神仙姐姐养我,或者找个圣女照看我,不然的话这日子没法过了。 这娃小脸发绿,他要是迷失,陷入胎中迷状态的话,估计随便来一头小兽都能将他给叼走,成为兽石。 可是,这里是一片大荒,他每次横步数十万里都没有见到人烟,一时半会上哪去找人收养。 楚风急了,真要一个不慎的话,他会死得很惨。 方圆数十万里内,离我最近的人形生物就是那个白毛小子,可是,打死我也不能去找他啊。 楚风皱巴着小脸,一脸摔香,现在怎么办? 唯一的白毛小子发现他的话,非活泼了他不可。 顿,他驾驭时何,又开始跑路,十分焦急,这次找人收养,等于是一次投胎,问题很严重。 二是哪是哪吧,投胎找人家去也。 楚风飞顿,在一世模糊前,他也管不了那么多,随机找个人家吧。 期望是为仙子姐姐收留,他还不死心呢,心中碎碎念。 第1026章胎中迷真相楚风发现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哪怕他躲在石冠中也没用,自身依旧在记忆衰退,各种印象都模糊了。 这让他惊悚,轮回的影响这么大,连救急至宝石冠都挡不住。 不对,总算他还没有彻底迷糊,心中有了猜测,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胎,本是带着肉身偷渡过来,理应没有胎中迷才对,这当中有其他古怪。 主风想到一种可能,轮回物质在那终极之地时就作用在他身上了,伴在体内。 所以,并非石冠隔绝不了终极地,而是有那种属性的物质或能量在自己身上,躲在石冠中也无用。 事实上,终极之地虽然可怕,但也不可能直接干预阳间,难以投射过来法则,并不能进入石冠中。 早就中招了,我在终极地挖33重天草,捕捉太阳龙河时,无知无觉间,就被那特殊的物质附着上。 主风轻叹,轮回中尽头就是深不可测,他谨慎戒备,到头还是体会到副作用。 还好,只需三年他就能消除这种影响,倒也不算祸患。 苏,当楚风再次从石冠中出来时,已经在150万里外,他快速攀上一座山峰,眺望四野,积极寻找城池等。 他不想去太强大的门派,容易露马脚,最起码太武、魂艺、原石等人的势力范围,一定要排除在外。 头有点晕,我真的遗忘很多事,许多都想不起来了,要抓紧时间找个仙子姐姐养我。 顾到这份而上了,他还念念不忘呢。 咦,这里有兽家,好粗大,这是要猎龙吗? 主风无语,看到山林中的兽家,眼睛都有些发指,那可是有树杖长,隐藏在枯草中。 这么大个的兽家,到底要对付什么? 随后他眺望到树狮里地之外有吹烟,鸟鸟升起,果然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总算找到有人家的地带了。 让谁把我捡走呢? 主风使劲摇动脑袋,让自己保持清醒,千万不能真的遗忘所有,这还没有被人发现呢,一会儿被凶兽吃掉怎么办? 有人在那个方位,他听到了呵斥声,山林内有人打斗,而且很激烈。 唉,不管有没有神仙姐姐,我都没得选择了,我觉得自己快彻底陷入胎中迷状态了。 主风无奈,抱着十冠不情愿地接近那片山林。 同时,在路上他利用还清醒的时间,琢磨十冠怎么处理,要埋在山中吗? 不然的话落在他人手中,就没什么秘密了,不过,埋在山中他又有点不放心,能不能收进我体内灰雾笼罩的末盘间。 然后,主风就这么做了,居然顺利成功,他用体内的神王单接引,十冠没入灰雾中,与外界隔绝。 这下放心了,但很快,主风小嘴张成翁形,看到一位中年大汉,身高足有一丈,蒲扇般的大手,小面盆般的拳头,狐狐生风,迹紧爆发,正在战斗。 他的对手,居然是一只蝴蝶,这个一个标形大汉,居然在跟一只漂亮的蝴蝶雪战。 他全身是血,负伤不轻,不过,这只蝴蝶的确不一般,足有一米多长,通体都是斑纹,色彩斑斓,非常美丽。 他发出银银光泽,如同彩色珊瑚打磨而成,而且每次拍动翅膀时,都有电弧飞出,如同光刃,将那大汉垫的颤抖,且如同被刀割,身上伤口不少,血淋淋。 标形大汉是一个猎人,是附近的部落的高手,胸围在金身层次,跟那蝴蝶同境界,但是却吃了大亏。 这是流光蝴蝶,可发光刃,能释放闪电,号称同层次进化者中的杀手,同阶战斗,少有生物是其对手。 这名大汉能战斗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很强,金身层次,如果是在阴间宇宙算是强者,早已打崩山川,可是在这里却没有闹出什么动静,顶多也就是开杯烈石。 因为,这里是阳间,法则完整,天地极其坚固。 别说金身层次,就是神王境界的李九霄,姬彩轩又如何,也很难会山川万物。 楚风两天长叹,看来是等不到神仙姐姐了,最终要遇上一个满脸落腮胡须的壮汉,他有点怀疑,这种粗犷的汉子能养活他吗,会照料因而否。 别说照料我,你自己能活下来吗? 楚风严重怀疑,那只蝴蝶很强,通体五光十色,每次拍动翅膀都绽放闪电,爆发光润,让大汉疲于应付,身受重伤,再这么下去就要死了。 同时,他很灵动,速度非常快,宛如一抹光在移动于闪耀。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人,该不会要被杀死吧? 楚风皱眉,觉得这个猎户不是流光蝶的对手,要死在这里。 吼,突然,一便发声,猎户一声咆哮,这个飙行大汉的拳印发光,他如同猛虎出闸,并且最后他真的化成一头白虎。 咦,这是什么秘术,肉身骨骼暴响,不是虚幻的,真的化成一头白虎。 楚风压抑,白虎拳,行神皆险,杀,大汉嘶吼,现在是一头白虎,吼动整个人。 杀伐起滔天,白虎,这本就是凶兽中的王,主张杀伐,现在他狂一无边,不及时化成一道白光,将这流光蝶都压制了。 任那光轮飞来,任那闪电爆发,都打不动这头勇猛的白虎,他的大爪子抓碎山石,崩开电光,跟蝴蝶的翅膀触及在一起,吼枪作响,火星刺剑。 扑,最终,这只流光蝶被白虎爪子拍烂,给灭杀了,对于附近的部落来说,这只流光蝶是个威胁,今日被铲除。 标行大汉杀完凶蝶后自身也不知,一头栽倒在地上,写化出人类的躯体,古铜色的皮肤,满身伤口,衣服更是破破烂烂。 这叫什么事,到头来不是他捡到我,也不是仙子收养我,而是我捡到一条大汉。 主风走了过来,接近这里,他还真是有心无语,这叫什么事。 他还想找个人照料他呢,结果反过来了。 无恙看起来很憨厚,朴实,应该不是坏人吧。 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趁现在我还没迷糊,赶紧检查下。 主风动作很快,再次取出实惯,将大汉收了进去,他用魂光探查,还好,这个人虽然看着粗犷,满脸大胡子,但本质很好。 最终,主风找个地方躺下了,离这里较远,但是也能确保他如果假装大哭可以让这个壮汉听到。 竟好没有等上多长时间,这大汉就苏醒,有婴儿提哭声,奇怪,深山中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孩子哭。 大汉嘀咕,呲牙咧嘴地站起身来,提着流光碟的尸体,寻找声援。 主风很想说,你快点过来,这样哭很难看好不好。 谁知大汉寻过来后,看了他一眼,脸色变直接变了,掉头就跑。 这傻大哥怎么跑了,主风误然,这完全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这壮汉怎么没有一点同情心。 妖狐,我知道这是你变化的,少要蒙骗我,老子不上当。 大汉在远处喊道,主风顿时无语,他招谁惹谁了,怎么就成妖狐了。 看来这山中有各种古怪,对附近的部落危害不小。 大汉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妖狐逞凶,他有点犯疑惑,难道真是一个孩子? 他再次回来了,如果真是一个婴孩,他这样走掉后,那就算是放弃了一条生命,等于见死不救。 啪,主风还在假装哭呢,结果光钉上挨了一巴掌,小屁股顿时就红了,气得他差点跳起来这个大汉拼命。 特么的,居然给了他一巴掌,真是岂有此理。 咦,应该不是妖狐,不然的话早就跳起来伤人了。 大汉自语,主风想打人,这找谁说理去,如果不是急等着被人收养,他才不会忍其吞声呢。 然后,他就被那只菩萨大手直接拎起来了,连带流光蝶一起背放进一个兽皮带子中,背起来就走。 主风无言,感觉选这个人收养,未来三年估计要遭罪,有这么做事的吗? 真是一点也不讲究,他可是一个婴孩,直接就跟猎物一起塞兽皮带子里。 太奔放与粗野了,主风发愁,感觉接下来的三年,人生一片黑暗,这大个子能将他养活下去吗? 别硬塞食物给噎死,总觉得一点也不会照料人。 一会儿将他交给神庙中的仙子,放我身边,可能一不小心就被踩死。 大汉自语,主风听得差点泪流满面,跟在壮汉身边居然这么危险。 还好,天剑可怜,居然真有什么仙子,他感动到要哭泣,梦想有可能会成真。 第1027章大荒布纯朴赶天动地,真有一个倾国倾城的神仙姐姐。 这样我就放心了,主风自语,当穿行一些危险的山林地带时,凶兽嚎叫,数米长的银色大螳螂在山林上空盘旋, 正此时枪枪作响,舞动一堆大镰刀,将一头九米多长的黑色胸琴给披落下来。 主风通过瘦皮带子上一条破烂出来的缝隙看得直眼晕,这是什么地方? 连昆虫都这么凶残,发现这只大螳螂后,连赵汉都折服在林木中绕路行走,不愿去招惹,可见其凶残程度。 当穿行过一片乱石区域,山路好走起来,植物见稀疏,但都是古树,每株十几人都和抱不过来。 甚至,有些荆棘的直径都有一米,而一些古藤更是水荡那么粗,在山中缠绕,根茎等如同紫童般发出金色光泽,叶片则盈盈泛光。 哗啦,路边,西剑与青泉中跃起鱼儿,成群成片,都一尺来长,赤红如珊瑚有光泽,牙齿风锐,将路过的小兽等扑倒在河边,然后拖下水,很快雪也染洪水面。 楚风凛然,对于他这种孩童来说,这山地中还真是危险。 欧吼,一声巨大的售吼划破山脉的天空,星红雪雾如同浪涛在那山脉最深处激荡而起,让各方凶兽头领都在打颤。 一头古兽的虚影浮现,庞大无边,与天气高,猛子蹲闪电似的,在赤云中呈现,在同另外一头凶兽对峙。 很长时间,那里都无比压抑,大荒中静悄悄,唉,这片栖居地越来越不安全,山中凶兽越来越不安全。 越来越强,又有异兽进阶,早晚会有瘦网站。 大汉哀声叹气,加快速度向山外走去,很长时间,大山深处才最恢复平静,那与天气高的异兽消失,不再对峙与咆哮。 山外,传来马蹄声,也伴着蛮兽的气息扑来。 一行人都很彪悍,赤裸着上半身,下身穿着瘦皮衣,有的提着金属狼牙棒,有的背着赤色金属铸成的大砍刀,进山狩猎。 他们骑坐在一种特别的坐骑上,金狼头,牛身,马蹄,速度不是多快,但很稳健,擅长在山路上奔行。 鸡海山兄弟,你怎么空手而归,作为附近部落中的高手之一,这可有些名不副实啊。 一个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古铜色皮肤,提着狼牙棒,勒住坐下的狼头牛身的坐骑停了下来。 壮汉鸡海山对他没有多少好感,道,我来自小部落,哪里比得上你们。 销售的中年男子是精神层次的进化者,精神力很强,有所感应,道,疑,你的瘦皮带中有活物,狩猎到什么珍贵小瘦了。 没什么,捡到一个孩子而已。 鸡海山如实答道,哈哈,在深山中捡到一个孩子,该不会是你自己的吧,跟山肖或者黄大仙产子,今天才带回来。 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声音很大,嘴角带着嘲弄的笑。 他的脸上有伤疤,被某种猛禽抓伤留下几道可怖的伤口,这样笑看起来有些可怖。 其他人也都在跟着笑,雷娇,你过分了,鸡海山喝道,背后浮现一头白虎,是能量所化,栩栩如生,爆发出惊人的煞气,顿时让这里飞杀走石。 我只是在合理猜测而已,我记得周围有的部落就这么干过,为了得到强大的血脉,跟山中的金怪成亲,哪还管其他。 对了,鸡海山,你们部落这么多年都没有出现天才,到时候在部落大会上,你们如何跟主祭大人交代? 不会真的铤而走险,从山中带回来一个金怪私生子吧。 经受的中年男子雷娇说话时加枪带棒,很不中听。 谁说边荒地带的部落民风苦时,最起马楚风就看着中年男子很不顺眼,言语带刺,接连恶语奚落。 鸡海山冷声道,雷娇你少要冷嘲热讽,我不得少年一个个都撞得如同小老虎,到时候恋成白虎真姐,有你们好看。 雷娇但笑,道,算了吧,你们部落的少年差远了,无,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派上八岁的娃,一个人而已,横扫你们的那群白虎少年,哈哈,那样就有意思了。 嘿嘿,他身边的也都笑了起来,接着,雷娇跳下坐骑,提着狼牙大棒来到鸡海山进前,伸出一根指头,点在鸡海山的胸膛上,嘴角挂着冷冽地笑,道,当年,你儿子被打死了,你都绝后了,还不常教训啊。 在挑战我们,你们部落的所谓的一群天才小凶虎都要会变成小残虎。 你找死,鸡海山大怒,这触痛了他心中的伤疤。 雷娇后退,道,别急着动手,以后有的是切磋的机会,现在部落惊起冲突可不妙。 他冷笑着,带着威胁,眼光寒冷,他身后的一群人也都鼓噪,一个个桀骜不逊,在那里叫嚣,威慑鸡海山。 楚风有些看不下去了,所谓的部落朴实,根本就是乱说,无论在哪里都一样,都有争斗,都有恶劣的人,跟族群与地狱没关系。 再怎么说,现在也是鸡海山收养了他,楚风真想替他干掉这个雷娇。 毫无疑问,部落间似乎有规定,有某种约束,不得随意起纷争,挑起流血厮杀,鸡海山心有顾忌,最后忍住了。 既然不是你的精怪儿子,来,让我们看一看这娃到底什么样子,到时候也可以为你作证,守你并没有收养妖魔。 雷娇皮笑若不笑,在那里挤兑鸡海山。 对呀,如果不是精怪,就让我们看一看。 雷娇的族人也都起哄,在那里叫嚣,鸡海山怒火填阴,雷族的人自从强过鸡族后,一个个都无比强势,处处挑衅,让他有些忍无可忍。 不过,到头来他还是解开了兽皮带,不然的话这群人回去乱说,可能会为鸡族部落惹来麻烦。 哟,还是个白胖小子,就是个头有点小啊,跟我们大荒中的部落因还不像,该不会真是个小精怪吧。 雷娇不怀好意地笑着,并快速伸出手将楚风抓了起来,举了起来,仔细看着。 你要干什么,鸡海山呵斥,杀气沸腾,忍无可忍,白虎真行在他身后咆哮着,随时要厮杀,决一死战。 别激动,我只是看看,总觉得这不像是我们大荒中的种,这么小就被他爹娘抛弃,一看就不想啊,鸡海山不是我说你,趁早架起一堆火将他烧死算了。 雷娇面孔上有疤痕,为胸情所留,现在虽然在笑,但是让他看起来有些猙獰。 马德,楚风恼怒,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经兽的中年男子太可恶了,因为对鸡海山有敌意,连带着都想烧死他。 他果断出击,然后双腿间,屈须有声,直接放水。 我X,雷娇差点气昏过去,眼睛都瞪圆了,这特么小兔崽子敢淋他。 他现在可是用蒲扇大的手举着这小子,仰头看着这蠢娃,结果,被骄个正着,满脸都是,眼睛都被淋得模糊了。 尤其是,他气大怒吼时,一张嘴正好被骄,那滋味。 别提了,雷娇大怒,直接发力,就要捏死这个孩子,他被骑坏了。 鸡海山一直在防备,看到楚风放水时,他就动手了,抢在雷娇下杀手前一把将楚风给夺了回来,快速倒退。 气煞我也,给我杀了这崽子。 雷娇一边吐口水,在那里干呕,一边在擦眼睛,气得暴跳如雷,大吼连连。 随意挑起部落争斗,雷族会受到惩罚,鸡海山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他们,脚崽子,我恨不得捏死你。 雷娇胸膛起伏,恶狠狠地盯着鸡海山与楚风,他最终还是克制住,没有动手,但是被气得不轻。 楚风一脸纯真的甜笑,在那里伸着小手,对雷娇笑咪咪,啊啊有声,一副开心的样子。 脚崽子,等过几年我非让雷族的那群娃整死你不可,最起码也要让你残废。 雷娇说完带人转身就走,鸡海山大笑,看着楚风,道,不错,很对我胃口,不管你是无意的,还是天生有点邪性,我都想认你当当儿子。 楚风小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有这么大个的壮汉干爹。 其实真不咋地,不久后,鸡海山带着楚风回归部落,这是一个人口能有五六百的族群,只能算是一个小部落,这里地势相对平缓,但周围有很多岩石堆砌在一起,形成粗糙的巨石围墙。 防御野兽冲击,保护里面的人。一些孩子出现,跟皮猴子似的从树丈高的岩石墙上跳下来,也有些的孩子坐在三米长的紫金大蜻蜓上,在空中跟着盘旋。 海山叔,你还有其他狩猎队伍近山两天多了,咱们部落这里曾经来过一大群人。一个孩子喊道,怎么回事,鸡海山一惊,快速询问,他实力强,一直在单独狩猎,没有跟着其他队伍出动。 据为是可能是天皇贵咒,是一群大人物来散心,在这边狩猎,路过我们这里。 一个孩子告知,进入部落中,鸡海山第一时间去观看一块水晶镜,动用能量,顿时回放出许多道身影,一看就气势非凡,做起都是有麒麟血脉的润兽等。 楚风惊讶,这个部落不简单呀,水晶镜居然能映照出昔日旧景。 很快,他小脸上的神色僵住,他看到一个女子,清朗而出尘,美丽高贵,他认识并很熟悉,这么快成天皇贵咒了。 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男子并肩而立,所有强大的骑士军团都在拥促着他们,是为保护他们出现的。 第1028章同为转世者无妨,他们只是路过而已,来自天国繁华重地的天皇贵咒看不上我们贫瘠的边荒,并无影响。 鸡海山看完水晶镜上的画面后长出一口气,他也怕那些带有来头的道子、天女等盯上部落,现在放心。 祖老门也都这样说,这些人是偶然路过,在大荒中打猎散心,无需惊慌。 一位少年回应道,旁边,楚风确实发呆,他怎会不认识,那竟然是林诺依,再熟悉不过。 他已经知道,林诺依早已提前进入阳间,是阴间第一个跨过建模,出现在阳间洪荒大地上的进化者。 一年多的时间,他居然都成为天皇贵咒,有了这么高的地位,看起来冷艳而娇贵,越发的超然。 他身穿雪白长裙,流动蒙蒙清灰,竟映照出秩序符文。 据鸡海山自语,那是离火洞中神王级的一种妖残吐司编织而成的一群。 楚风静静地看着,略有所思,最后一探,虽然在这片区域遇到一位故人,但此时他却不想去寻觅与相认。 林诺依头上那只晶莹的鸟会骨簪看起来更为出众,鲜红晶莹,垂落下秩序神恋,树着几缕发丝。 这让楚风心中很吃惊,很快他想到在轮回殿中看到的那些历代转世投胎的大人物,其中有一个女子风华绝代,羞为深不可测,容貌与林诺依一般无二,这让他陷入沉思中。 嗯,忽然,楚风惊讶,虽然记忆还在模糊,不少是渐渐遗忘,但是速度放缓。 他有点怀疑,所谓的胎中迷对他最终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大,不见得什么都忘得干净。 海山说,这个小家伙是谁,也太小了吧。 一个小牛独自式的孩子问道,长得很粗壮,也非常结实,在巨石堆砌成的墙上跳上跳下。 这是你们弟弟,捡到的,以后都不准欺负他。 鸡海山警告这群熊孩子,不要犯魂,楚风有些无言,这牛独自般健壮的孩子才四岁,就能奔跑如风,比正常七八岁的孩子还高一些。 事实上,他很快了解到,变荒都孩子大多如此,尤其是这个部落的孩子,都跟小老虎般,体格雄健,非常高大。 当楚风看到部落中的成年人彻底服气,无论男女大多都有两米多高,成年男子很多都进账, 连笑咪咪走出来的几位身材勾楼的足劳也都如此。 像楚风这么秀气的孩子,还真不是很多。 当楚风看到部落中的水缸时,他觉得自己跳进去都能游泳了。 当进入部落,他便了解到很多,修行,最为重要的是修行,楚风想迅速稳定下来,开始他的修行大计。 池罐中什么都毁掉了,连金钢镯都熔断,但是三颗种子却藏在从轮回中极地挖出来的土质中,并未破损。 这三颗种子给予他很大信心,非常期待,部落中有石头房子,都是灰褐色岩石打磨后堆砌而成,高大而坚固。 也有巨木建成的房屋,通风而敞亮,跟一座又一座蘑菇包式的。 街道上铺着青石板,不知道踩踏多少年了,有的地方都踩踏雨摩擦的凹下去一些。 接近午时,部落中吹烟鸟鸟,开饭时间到了,鸡海山道,虽然我认你当当儿子,但是家里有个病婆娘,没法养你,还是送你到山上的神庙中去吧。 他将流光蝶交给族人,引发惊呼,这只妖蝶很强,围祸附近的部落,一直让许多猎人头大,死了不少人都无可奈何,想不到这次被鸡海山除掉。 这只流光蝶很值钱,一对金银的翅膀如果卖出去,足以换回来十几售车的食物。 鸡海山拎着楚风朝部落后面走去,出了石墙,几百米外有一座山,并不是很高,毗邻这个寨子。 一位祖老在后面喊道,海山,这次不要急着进山,在寨子中待两天,我看那些天皇贵宙领着大队人马虽然离开了, 但早晚还会从大荒中回来路过这里,到时候你招待下,看一看要不要跟着去外界常常见识,开一开眼。 鸡海山身形一顿,道,我不去外界,但我在部落里多留几天。 那些人还会再来,楚风心中微微一动,居然这么快就有机会见到一位故人,见还是不见。 这座所谓的后山虽然不高,但是灵气相当的充沛与浓郁,如果是在阴间宇宙,这里算是圣地中的圣地。 只有三百米高的矮山生长着一些老树,结着一果,黄澄澄,红云云,果香扑鼻,有青泉鼓鼓流淌,蒸腾其阴云领悟。 仙子,我给你送来一个徒儿,鸡海山刚开始登山,就大声喊道,楚风琢磨,难道是隐士高人,一直想收徒? 他很期待,一般来说,隐居在边荒的真仙子,多半是有故事的人,是天尊的关门弟子败走大荒,还是大能的私生女进入红尘世界体验。 一时间,楚风胡思乱想,仙子在吗?鸡海山再次喊道,抓,半山腰多了一个人,因为飘舞,烈烈作响,迎上了正在登山的鸡海山。 楚风闪目观看,这便是那,赤外仙子,他看得出神,眼睛都直了,卧槽,这。 浓眉大眼的仙子,四方脸,鼻宽耳破,顾心毛半尺长,这简直让他风中凌乱。 一时间,楚风整个人都不好了,很想掉头就跑,被这样的仙子养大,还不如跟着鸡海山。 他哀叹,应该早料到才对,像鸡海山这样身高过丈的大汉,手臂都比常人大腿粗,拳头足有面盆那么大,跟个眉毛大狗熊似的,他眼中的仙子是何等人物。 估计也就是眼前这个样子,海山哥,那浓眉大眼的仙子嗡声嗡气地喊道,楚风发毛,真想立刻就跑掉,东青,你家仙子在吧,鸡海山问道,还在,不过正要离去。 东青答道,听到这种对话,楚风不知道为何,如是重负,这不是正主。 刚才还真是有些紧张,毕竟要被人家养上好几年呢。 他仔细打量,这个东青虽然穿着另类,有点中性化,甚至偏女性,但怎么看都应该是男子才对。 鸡海山道,东青,别急,你的怪病可以治好,我每次进山都在寻找,最近发现一些端倪,觉得这大荒深处应该有浴血神蓝,可解除你的诅咒,恢复女儿身。 楚风一正,还真是女儿身,听到这些话,他倒没什么逃避的念头了,感觉这个名为东青的女子有些可怜,身中诅,遮掩了。 本来面目,顺其自然吧,东青达道,很平静,山顶有一口古井,十几株老树,有两株看着像菩提与灵道树,枝压苍净,宛若老龙折服。 一座神庙矗立,很古老,充满岁月的沧桑感,像是一片与世长存的远古遗迹。 院墙破烂,没有修补,只有电雨被修缮过,瓦片灰蒙蒙,但是被阳光照射后,又有淡金光泽流淌,看起来很不凡。 一个老玉慈祥的笑着,满头银发,站在庙前,这是那是外仙子吗? 楚风心中已经平静,婆婆,姬海山恭敬地喊道,嗯,我家小姐在庙中,原本正要出门呢? 这个婆婆很和蔼,笑容让人心中安宁,神妙十分长古旧,楚风第一时间觉得,这里真的很不简单,像是史前岁月所留。 在这电雨残破而古老的电雨内供奉着一座塑像,宝金风霜,面部多模糊了,但是整体轮廓还在,是一个女子,寂静盘坐,给人特别的感觉,像是自古长存,在这大野一余之地腐蚀整片洪荒大地。 楚风心头震动,怎么看都觉得有些心头悸动,此地宛如超然红尘上,像是阳间世界一击。 残旧的电雨中多了一个女子,鹅黄色长裙脱在地上,无愧仙子之名,最起码身段相当的完美,修长挺拔,曲线惊人,气质冷艳,半身姿却无比的动人。 可惜,看不到真容,她蒙着一块面纱,只露出一双眼睛,很有灵气,睫毛眨动时,整个人都非常空灵,有莫名的神韵,宛若九天选女灵士。 而她寂静时,眸子深邃,整个人都模糊起来,看不真切,像是隔着一届那么远,目中有星辰枯灭等景象。 楚风心中起了大波澜,这女子怎么跟神庙内供奉的古老塑像很像,尤其是盘坐下来后,简直。 一般无二,这是什么地方,最后,她有些异样的感觉,在这个女子的身上感应到莫名的气息,让她心头悸动,而后矩阵。 楚风心中浪涛几天,虽然小脸上很纯净,很天真,但是内心却是骇浪,她的那种感觉太惊人了。 因为,她体会到轮回的气息,作为一个肉身偷渡过那片终极地轮回者,她比别人更为敏感,从魂光到躯体,都是她自己上一世的,承载着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来。 现在,楚风觉察到,这个女子身上也有淡淡的轮回气息,自其魂光内营一而出。 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自身有轮回物质在非常稀薄的放射。 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感应到,可是楚风不同,有可能是唯一带着肉身逃出轮回终极地的生物。 楚风震撼,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一座破落神庙,与师长存,一个神秘仙子居然带着转世的气息,过于可怕。 对方会不会也能感应到她,窥透她的跟脚。 一时间,楚风悚然,从进入阳间到现在,所经历的这些都太诡异,怎么一下子都被她在短时间内遇上。 第1029章补天一个轮回者,闯过终极之地的人,居然活生生出现在眼前,这实在震撼世间。 楚风内心中惊涛拍案,乱石穿空,一时间灵魂都僵住了,着实可怕,她才来到阳间就遇上一个同类,一个同行。 不过作为一个孩子她却不能有任何的异常,小脸上很纯净,带着好奇的目光,看东又看西。 苏,楚风飘浮而起,下时间从一丈高的姬海山的手中飞起,快速来到这位风采惊人的女子进前。 她心中骇然,被发觉了吗?她是投胎者,并且是肉身轮回,根本见不得光,不能被发现。 姐,她一副蠢萌的样子,喊完这个字后,烂衣缕本源一时就引入灰雾末盘中,避免被发觉。 楚风紧张等待,她始终觉得,自己作为肉身闯关者,可能有些不同,其他人不见得能觉察到她。 她的肉身经过轮回终极地的洗礼,承载着特殊的印记,经过一路恐怖的魔力,也许唯有她借此才能感应到那最为稀薄的放射性轮回物质。 不然的话,世间所有轮回者都能感应到彼此,那还不乱套。 进化史上并未有这样的记载,石狐天尊以及她的师父也没有说过这样的事。 接下来楚风,讲诅咒,这个若九天玄女的班女子拎着她,竟比击海山还奔放,随意地晃荡,最后更是拎着她的脚踝,倒提起来,当钟摆似的,在那里摇晃。 你当小爷是不娃娃啊,真想赏她一炮童子先拳,楚风心中大怒。 根骨不错,卷白的面纱下,女子银润的红唇微章,做出这样的评价。 楚风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正在发生的事,灰雾雾遮拢其真灵,实在有些神秘。 不过,她不敢看了,主意识迅速沉浸到两个末盘之间,彻底跟外面断掉联系。 姬海山惊诧,道,能得仙子称赞,这个娃一定了不得。 她可是知道,神庙中的仙子还未夸过别的孩子,这是头一次。 这时,女子伸出仙长而又银白的手指,放在楚风的眉心,仔细感应,双目开合间光束若闪电,神盲战战。 魂光魂厚,不错,她点了点头,随后,她的手指在楚风全身各处伏过,全身上下都被检查一遍,从血肉到脏腑,再到骨髓等,皆不放过。 姬海山张开大嘴,满脸是笑,跟个眉毛大狗熊似的,随后起声到此,临去前还不忘给楚风的小屁股上来了一巴掌,道,干儿子,在这里好好学仙术,将来飞黄腾达,纵横这片大荒,天才地宝随意采决,洪荒任你逍遥。 楚风现在只剩下婴儿的本能,主意识藏了起来,被拍了一巴掌后,小腿乱蹬,小手乱抓。 东京去烧水,将她蒸煮一下,仙子开口,当楚风谨慎而小心地将一丝主意识注入肉身后,顿时发毛,这是什么情况,那护心毛半尺长的姐姐正在将她像一个蒸蒙礼放。 哼,她一脚直接踢了过去,想要踹翻。遇上妖怪了吗,居然要活争了她,别闹,给你熬练筋骨呢,小家伙别不老实,别人想有这种造化都得不到。 东京怦声怦气,将给塞进蒸笼,不过没扣上盖子。顿时,药香扑鼻,各种白雾腾起,蒸熏楚风的肉身。 啊,楚风大叫,尽量保持着一个正常孩子的本能,在里面折腾,翻轨雨乱灯,想要挣脱开来。 这不是一般孩子所能承受的,即便是她没有动用前世道过也有点吃不消,浑身红彤彤,这要是盖上蒸笼盖子,很快就能熟透。 没听说过这样进化的,楚风反抗越发激烈,她有点担心,自己这么幼小被如此胡乱争主伤到筋骨怎么办。 她仔细回忆,石狐天尊她师父所著的关于最强之路的手闸上没有提及这样的争主之法,她越发地担忧起来。 别动,这时为你好,东青尽量露出温柔的笑,结果却是张开雪盆大口,粗声粗气,显得很凶猛。 嗯,忽然间,当楚风痛到难以忍受时,皮都烫得红肿后,蜡刺痛的热浪变成暖流,没入她的躯体内。 并且伴着浓郁的药箱,蒸笼下的一些黑乎乎的矿物等被分解,起了效果,一缕缕黑气腾起,顺着楚风的毛孔进入。 将头露在外面,然后扣紧带子,撤去火光。 一发婆婆慈祥地说道,这次,楚风真被蒸煮了,全身热气腾腾,黑雾缭绕,除了脑袋从一个特殊的窟窿里露出来,全身都被闷在里面。 啊,她只能承受,最后还得昧着良心哭喊,进行配合,不然的话,太稳重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自身被蒸煮,还要配合大哭,还有地方去说礼貌?楚风愤闷,不过,当一切结束后,她又平和了,内心大受触动,这是最强手闸上都没有记载的手段,对她很有效。 她能体会到,自己汲取了某种吸针物质,身体得到好处。还可以,以后每两三天进行一次,此外每日都拍打她一顿,熬练齐驱。 尖子吩咐,准备动身离开此山,一发婆婆跟随,离开前告诉东青,可以近身山取黑虎乃未养这个孩子。 好,不久后,东青提着楚风进入部落,让人看管好,她则消失在深山方向。 一个时辰后,楚风又被拎走,回到矮山上,她看到东青手持一个空间玉瓶,当中都是黑色而晶莹的枝叶。 黑虎乃,可让你强筋撞补,气血充沛,以后每天都要服食这种大补的食物,希望你不要让小姐失望。 东青在说这些话时,已经剩了一碗雾光闪烁的液体,开始向楚风嘴里灌。 哭,楚风一口就喷了出去,这腥味也太重了,她真受不了,两世为人,怎么可能还喝得下去这种奶。 不准浪费,在外面这种黑虎乃一口就价值万斤,都喝下去。 东青温柔地说道,可惜发出的声音却是嗡声嗡气,列着血盆大口,相当的粗犷,向她嘴里猛灌,接着又封上她的嘴巴,一拍她的后背。 咕咚,这直接导致楚风大口吞咽下去,满嘴的腥味与奶味,真是受不了。 她很想大喊,我要走最强路,不要吃黑虎奶。 她在剧烈挣扎,然而,反抗无效,她被强行按着头,直接将一碗黑虎奶喝干净,连一滴都没有浪费。 以后一日三餐,每餐一碗奶,别挣扎,这种东西多少人想吃都吃不到,这是趁你又小,还未定型,再未弥补先天本源。 须知,若是在先天上落后一点,以后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心血才能弥补。 此时向前迈出一小步,等于在以后的禁逐道路上已经超越别人一大截。 东青在那里在讲道,也不管楚风能否听懂,这东西还能补先天本源,真当是龙奶。 楚风不幸,我们这一脉,结合各种矿物、草木、动物的灵性精粹,调和起来后可补先天,你应该尽兴被小姐收留。 东青自语,楚风心头一动,接下来他有感觉了,被矿物熏蒸过的身体吸收过莫名物质,现在得到黑胡奶滋补,居然真的有一股暖流在体内弥漫,这就是修行。 已经开始了,他心中很不平静,难道还真可以补先天性的东西? 这十分吓人,世间,有些古老的道统非常讲究,尝试沟通先天,有专门培育婴孩的救济法,但耗费的都是天地归宝,需将新生的婴儿置入风水藏学,精实先动,以及造化原演中,我们做不同,另辟道路。 当听到这种秘文,楚风心头沉重,就是石湖天尊的师父所著的关于最强之路的守闸中都没有提到婴孩阶段的先天经文,可见杨坚浩瀚,能人辈出,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他要走的路还很长,如果还认为守着最强守闸就能崛起,那就错了。 生物出生后,不可名状的先天性属性很难在生长,而我们等于是在补天,不弱于那些古老进化门派的救济法,就看你能走到哪一步了。 接下来,楚风还算配合,让争主就争主,让喝药壶就喝药壶,至于黑胡乃,他也捏着鼻子韧了,比着眼睛向嘴里惯。 当然,让他很不开心的是,天天都要挨揍,被敲打,这时那位仙子道歉的,让冬青熬练起血肉筋骨。 他很想说,自己才这么幼小,就要被嗡打,还有没有天理啊。 这几天,楚风时常盯着山上的异果,眼睛冒绿光,有几次都忍不住想跑过去啃时尚几颗,早点进化早些崛起。 然而,冬青将他管得很严,一直没机会过去悬摸。 将你培养到一定阶段后不知道能否让小姐满意,可以去跟这片洪荒大地上真正的妖孽去争霸。 冬青在出神,他深知,有些隐士家族的可怕,出去先天血统强盗让人绝望意外,后天的培养更是恐怖,惊细到所有细微之处。 我最强,楚风接接巴巴,这么嚷着,他已经明白了,哪怕在这片贫瘠的边荒,像他这么的孩子也有一些能对话了,因此也不再刻意藏桌。 冬青摇头,越是了解,他越是慎重,不理会楚风,在那里琢磨一些事,自古说话。 你这么小,什么都不知道,还不懂得人生暂时需要有敬畏之心,最强不是喊出来的,人家是真实打出来的。 有的族群就那么几个人,可是却能打得阳间失音,有的族群积淀无穷岁月,旨在折服,一旦所在藏仙洞中的孩子出世,天知道会多么可怕的离谱。 这世间有太多的秘密,最强之路,是踏着无数天才的诗山学古沙出来的,这世间有些进化门派已经踏出这样的路,只要走下去就是了,你呢,拿什么去争渡? 只能靠自己从头开始摸索前进,更遑论这世上还有天尊密使者,轮回狩猎者等。 第1030章基虚空楚风厅的心头一样,恨不得立刻崛起,见证这璀璨的阳间究竟多么的浩瀚与广袤,据悉天尊都探寻不到尽头,他要走遍洪荒,一会各族的高手,见证真正的辉煌。 然而,听到后来他又凛然,魂光紧张,东青姑娘居然提到轮回狩猎者,这是什么状况,难道他有所觉察,知道了他的跟角? 什么密使者,还有轮回狩猎者,他一副说话磕磕巴巴的样子,在那里天真烂漫,其实内心很想知道。 东青眺望远处的火烧云,道,你这么小,说了也不懂,这是小姐提及的,那个层次已经不可理解。 在雪色夕阳中,整片荒山野岭都红彤彤,沐浴在晚霞下,远方的山脉中凶兽咆哮,镇的树林内叶片速速坠落,有一晴几天,被晚霞间染上一层雪光,看起来越发的凶利。 懂,理解,主风买声买气在那里喊着,眼巴巴的望着,他真想知道那个层次的秘密。 东青姑娘张开雪盆大口笑了,道,你这么小,跟山川比起来如何? 鸟小如尘埃,别说是你,就是致强者面对那片未知的迷雾都无法承受。 就如同这浩瀚大帝没有尽头,连大能都无法探索到边缘,阳间藏着太多的恐怖与秘密,就更不要说涉及到轮回等较深层次的东西,离那个领域相隔三十三重天,我等不敢多想。 主风干着急也没辙,总不能跟他去理力争吧,这岂不是要暴露自己。 他已经看出,东青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察觉与意识到他是轮回者。 然后,他就被东青给揪起来,一顿殴打,疼得他呲牙咧嘴,真想反抗啊,有这么修行的吗? 他严重怀疑,那个宛若九天玄女般的小姐看他不顺眼,故意这么安排,想活落筋骨完全可以,按摩啊。 嘿,这娃又不听话,来,东青,我帮你揍他一顿。 鸡海山来了,正好看到楚风挨打,楚风鼻子都气歪了,这一仗高的猛汉不说解救他于水火中,还拆什么乱,居然跟着落井下石,有这样的干爹吗? 我是在帮他梳理筋络,称肠骨膜,调理身体。 东青严肃地回答,鸡海山大咧咧,道,这简单,让部落中那群小老虎帮忙,一起动手就是了。 东青点头,道,有道理,我们这一脉的进化之法,讲究的就是在天才林立的妖孽群中崛起,与其说是外人帮助他促进血液更好的流转,不如说是让他自由参与争斗,活动筋骨,养成一种野性的战斗本能。 见鬼的战斗不能,楚风付费,压根就是挨揍好不好,再者说,他这么大钉点,拿什么去战斗,无非就是被殴打。 走,积海山二话不说,拎着楚风就走,回到近在咫尺的部落中,种着一群孩子就喊,来,都一起揍他,别下死手别下黑手就行。 海山叔,你不是说不让我们欺负这个弟弟吗?有孩子从几张刀的石墙上跳下来问道,我说回原来的话,积海山挥手,楚风的小脸顿时绿了,这群小子一个比一个也,像一群小凶兽似的,如果向他身上招呼的话,受得了吗? 转世过来就是为了挨打,他可是堂堂神王级进化者,这是为你好,有的古老种族培养族中的最强子弟时,直接将孩子丢在龙巢中,跟那天龙伴中孵化出的幼龙薄沙,一路沐浴龙雪,慢慢成长。 还有的进化门派寻到大荒深处,捉襟巫幼崽,而且不止一头,跟族中十分看好的孩子关在一起,不挤食物,让他们拼斗,能活下来的才会被重点培养。 还有,东清一番讲解,让楚风瞠目结舌,同时也听得一群孩子痴心与激动,他们已经够野性的了,结果那文明之地的璀璨神城中,那些超级强大而又抵御身后的族群更加的惊人,对待子弟竟可以如此的严苛与残酷。 为了我们基族的崛起,培养出最强天才,打,一群孩子扑了上来,帮楚风活络筋骨,果断下手。 楚风在地上爬,速度很快,想要逃之夭夭,看得鸡海山频频点头,倒,果然可以逼迫出潜力,爬得快多了。 然而,楚风却是有苦说不出,明着他还不会跑呢,只能这么逃顿,但是也太狼狈了。 你们,还有人性吗?楚风很想大叫,他脸皮很厚的自认为才几个月大,不到一岁呢,就被人这么围殴,也太惨了。 楚风总觉得,自己这次投胎后各种不对劲儿,先遇上衰败降死的大能,闯进他的梦境中,又遇到轮回者,在这里被痛殴,也没水了。 他相信,其他轮回者估摸着都不会这么倒霉。就在楚风被争主的过程中,捏着鼻子喝黑胡奶的光阴中,在被一群孩子围追赌截群殴的日子里,他,会奔跑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可以嗖嗖地跑动如风。 仅是这一世心嫩的肉身,就能支撑他这么做,这样的训练效果着实惊人。 在此期间,大山中有消息传来,在那原始山脉深处有一窝龙,那些天皇贵咒进山就是为猎龙,想得龙暖,孵化出幼龙,跟族中的孩子养在一块去搏杀。 附近的部落都震惊,楚风也伴上无语,东清所说非须,还真有这么强大的释迦雨进化门派,真正见识到了,那些人是为猎龙而来。 虽然还没有得手,但估计快成功了,我们要当猎龙少年,有孩子大叫,我要当猎坤鹏的勇士,一有孩子这么嗷嗷怪叫,然后,他们又开始追逐楚风,现在揍那个最小的娃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楚风各种急眼,忍无可忍,最后叫道,我跟他们打没有一点挑战性,我要去龙窝,跟天龙幼崽战斗,送我过去。 可惜,太没说服力了,他现在还没发育好,刚学会奔跑,不到一岁呢,不作弊的话怎么可能打得过这群野性十足的孩子,更谎论是龙。 别急,小姐与婆婆进山,就是因为在寻觅一处金翅大蓬巢,等他将几枚卵孵化出来后可以将你放你进去搏杀。 楚风文言顿时无语,杨坚广袤无银,各个强大进化门派的风格太彪悍,他遇上这种事是幸运还是不幸。 东青补充道,此外,如果那些所谓的天皇贵咒拿不下龙巢,回头将你扔进去也未尝不可。 大姐,别这么凶残,等我两岁以后可好。 楚风一激动,连说话都变得利索了,不再结巴。 东青鼻阔脸宽,粗声粗气,道,上次婆婆回来说,若是找不到合适的地点,也可以考虑大帝另一端的修理学,将你送进去。 太损了,我到底要一个打多少个,被吃掉怎么办,楚风叫道,感觉太凶残,也太不负责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眼睛始终在冒绿光,盯着部落附近的异果,真的不算少,他想尽快进化。 然而,东青像是防贼般,将他管得死死的,告诫他还不是时候。 鸡海山冲楚风招手,道,你这娃至今还没名字,单跌绞尽脑汁,想了两个多月才得到一个好名字。 叫啥,一群孩子围了过来,就是七八位祖老都笑咪咪,风楼着身子,将手揣在瘦袍袖子中凑了过来。 也不是我一人之功,几位祖老也帮着参想了。 一张刀的鸡海山难得不好意思了一次,最后郑重无比,道,叫,鸡虚空。